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这年头,生意难做 在国内收的几批料子 重水和颜色都越来越差 于是我决定亲自出马 前去缅甸找最好的料子 但是料子还没找到 我先找到一个帅气的男人 是一个生面孔 长得见眉心目,轮廓分明 特别是穿着短袖时 抬手间隐隐鼓起的公二头肌 只是,看到五官 似乎是同胞 这一片收料子的人我都眼熟 怎么会出现个陌生同胞 我随口用棉语打了句招呼 老板,之前没见过你 哪里人 熟悉的套关系模式 问问老板哪人 等会儿方便砍价 中国的,你呢? 难怪,这棉语说得可真不顺流 我自信地聊发 用标准的普通话轻松回复 他相遇故知 老板卖货便宜点呀 帅哥顿了顿 我感觉到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一下我 他 行,你挑 我快准狠地抓起一眼就看中了料子 明料 可出三个手镯位 还是个高冰挑栏花的 最少也要二十万 我内心价位二十三万左右 毕竟高货不便宜 我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荷包 试探地问 这个多少RMB 帅哥这次炖的时间更久 好扮上才开口 六万七 我 瞬间 我想脱口而出 老板 这种料子 给我来一吨 谢谢 我怀疑他不是来卖翡翠的 是富二代来体验生活的 虽然疯狂心动 但不砍价的翡翠 没有灵魂 我拿出十足的气势 看不到这么高啊 两万出吗 我等着帅哥开口赶我走 我在继续掰扯的时候 帅哥 可以 我 我说错了 这不是富二代体验生活 这就是财神扶贫啊 我麻利地转账 抱起祸后 又觉得饥不可施 帅哥 这个三万出吗 这个有棉 五千出吗 还有这个 无论我开什么价 帅哥都仔细盯着翡翠 但却对价格没什么意见 看样子 感觉像是在临时学翡翠知识应急 最后 我拿起一块正阳绿的边角料 假装漫不经心地问 帅哥 你这料子真不错 颜色够正 是呛绿 他犹豫了一下 再次点头 实锤了 这货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呛绿是人工染色 BC货 没人会说自家摊位的翡翠 是人工染色的 可惜了 这帅哥乍眼一看是真的帅 现在再看 总感觉透露着一种脑干缺失的帅气 我直叹气 看在同胞的份上 准备揭穿他 再给他好好上一课时 市场上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无论买家卖家 都纷纷避之不及 几个健硕的有纹身的男人 凶神恶煞地走了进来 为首的男人 更是满脸横肉 这人我认识 这一片的地头蛇老陈 为人极其阴很毒辣 手上沾了不少血 是个惹不起的存在 但奇怪的是 老陈从不插手翡翠的买卖 这人来场口做什么 正疑惑的时候 突然感觉手腕被拽住 还没反应过来 我整个人已经扑进了帅哥的怀抱里 曾 怎么回事 他微微低头 微凉的唇贴在我耳边 轻声道 事出紧急 配合一下 我一愣 刚想问情况 余光却看到老陈 本人从我面前走过 几人还深深看了我一眼 我下意识地假装害羞 把脸埋进帅哥的怀里 很快 老陈 他们就走了 交易市场重新恢复了生机 帅哥也把我松开了 我纳闷了 帅哥 卧底 说这话的同时 我看到不远处的拐角 露出了老陈 小弟的脸 没想到 帅哥脸色微微一变 抱着我说 媳妇 你又想玩 谁是卧底的游戏了 先抛开 卧底不卧底的事 就这张回国 能直接出道的帅脸 对着我喊 媳妇这事 银河系的就是主 估计是我 机会是 留给有行动的人 我毫不犹豫地 再次扑向他怀里 脑子疯狂回忆 网上的绿茶 是怎么撒娇的 我现学 那老公今晚陪我玩吗 求求你了 说得太投入 有点卡弹 还行 问题不大 我感觉到帅哥 虎去一阵 顿了顿才说 好 晚上陪你 死 我腿软得 有点站不住了 终于 我们你来我往的狗粮 把那小弟 给彻底裤走了 我们才停止了演戏 他看着我脸红了红 刚刚谢谢了 这是 麻烦你保密 我立马点点头 不给国家拖后腿 我懂 我依依不舍地 又看了他的帅脸两眼 抱着坑来的十几块料子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毕竟这不是小说 我也不想当什么 拯救世界的女主角 我只想安心赚小钱钱 回到厂里 我立马拿去起货 两三天 一批高货起好了 不愧是好料子 这一拨下来 单单手镯 最少能赚大几十万 更别提边角料合作心了 只是 刚刚我看中的那块正阳绿边角 我不是放回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我袋子里 很快 我就想明白了 估计是那个帅哥给我的补偿 我突然有些于心不忍起来 刚刚应该要个名字的 下次有机会 教一下他翡翠基础知识吧 不至于容易被发现问题 说干就干 我收拾收拾 就往交易市场走去 还没踏进去 我就遇到了老陈 一行人 他们正坐在门口一家面馆里 我心里有些不安 想了想 绕到大树后面坐下 也点了一碗面 位置选得不错 仔细一点就能听到他们说的棉语 老大 新来的当主挺可疑的 之前都没见过 是 我们观察了几天 他生意做得比较随意 还不动声色地到处看 会不会是那边的人 一阵沉默后 我听到老陈 陈声音了 晚上找人把他做了吧 周围都是本地人 知道老陈 不好惹早早就躲开了 所以他们这话说得无所顾忌 我心中一灵 帅哥已经被盯上了 果然 凝视深渊的同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啊 我面都没吃一口 看着老陈 等人付钱准备离开 我立刻站起身 从交易市场的小路上 一路快跑到帅哥的摊位 那帅哥还在摊位摆弄原石 浑然不知自己会遭遇什么 顾不上其他 我看到逐渐走近的老陈 立马用粘语对着帅哥叫了声 老公 声音很大很响亮 老陈 等人停下脚步 疑惑地看我 小帅哥也抬起头 脸上带着茫然 我怀疑他压根没听懂我说什么 但只要抬头看我 一切都好眼 顾不上其他 我立马冲上前去 直接扑进他的怀里 他们要对你动手了 我小声用中文说了一句 随后站起身 拿出纸巾给他擦汗 你有没有帮人家把东西卖出去啊 不都说了机灵点 老陈 走上前 眼睛一直在我们身上游离 眼睛微微眯起 闪过危险但光芒 帅哥不动声色将我挡在前面 我心中一暖 但是此刻显然更需要我来 我从他身后钻了出来 熟络地跟人打招呼 陈 哥 今天怎么来翡翠市场了 想看点什么 攒着最近从厂口收了几块不错的野木锡 感兴趣吗 我随口瞎掰 老陈 定定地看了我一眼后 收回目光摇摇头 我不要这些 这人是谁 他摇摇下巴 指着我身边的人 来了 我咬咬牙 扬起一抹羞涩的笑 这是我老公了 是不是很帅呀 老陈 没说话 视线一直锁定我们 空气一阵凝固 我洋装不明 陈 哥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老陈 身边的男人发问 怎么之前没见过他 他来了之后我也没见过你 我老公之前在国内处理生意了 现在生意不好做 我就让他过来 档口有人要看啊 我得去厂口抢料子 就很少过来 随即我疑惑地看过去 这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吗 怎么会这么问 说着 我挠了挠头 难道我老公得罪沉 割了 不好意思 我老公刚来 什么都不懂 陈 哥 您看 说着 我瞪了帅哥一眼 改成普通话去说 这是陈 哥 是你能得罪的人吗 你害得我没法做生意 我就跟你离婚 我知道老陈 他们听得懂中文 小帅哥立马会议 媳妇我错了 别生气了好不好 在老陈的锦钉下 我咬牙继续打情骂俏 错哪了 哪哪都错了 老陈打量了我们许久 最后收回视线 原来是夫妻 是我们误会了 走吧 几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确定人走远之后 我才松了口气 这才发现自己后背 都在冒着冷汗 好险 谢谢 帅哥低声道谢 我挥了挥手 表示没事 老陈是出名的心狠手辣 在这个片区里 只手遮天 如果被他盯上 不死也要脱层皮 一落瓦底江底 成了太多得罪了他 最后只能身体上 被绑着石头 流入葬身之地的人 老陈是道上出了名的 无人敢惹 否则非死不可 我深吸一口气 你被盯上了 不管为了什么而来 都小心些吧 他沉默片刻 你跟我来 我有些莫名其妙 他不解释 带着我左拐 又拐进了一家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 看起来很隐蔽 没什么人 但又像是开了很久 他走上前 对着服务员 用声色的棉语开口 你好 美式不加冰 冰块没有了 那一杯热可可 不加冰 我 这都什么神奇 对话 免于是该加强练习了 我刚想纠正 那服务员的眼神 就落在我身上 与刚刚的客气礼貌不同 他的眼神 换成了一种 锐利的审视 就像鹰一样 要将我看得透透的 我有些坐不住 刚想求助地看向那帅哥时 他是谁 服务员切换成中文了 我被人盯上了 他刚刚救了我 服务员快速地查看周围情况 然后挂上了歇叶的牌子 带着我们往后门走 全程猛逼的我 这时候才恍悟 这是你们的藏身之处 进了后厨 又打开柜子 一番机关挪动后 柜子竟然别有洞天 一个需要密码的房门出现了 然后我看着他们指纹加铜膜 才终于能走进去 里面的面积不大 但坐着几个男人 死死盯着墙上的大屏幕 而上面是附近的所有监控 其中老陈 等人所在的位置 被重点放大 月川 怎么还带了一个姑娘来 为首的寿靴男人 大概四十多岁 只抬眸一眼 眼里的杀气 就让我忍不住头皮发麻 帅哥拍了拍我的手背 安抚一笑后 对寿靴男人抬手行李 报告 我暴露了 他救了我 我怕他有危险 就带过来了 看看组织能不能派人手保护他 原来 他带我过来 是为了找人保护哦 莫名的 心里有股暖流经过 小帅哥快速地说了一遍情况 几人看我的眼神 才友善了一些 原来是这样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乔宇 这时 我才想起一件事 我转头看向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 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冷气 可以呀 月川 人家连你名字都不知道 都愿意装你媳妇 不愧是我们对草 待遇就是不一样 我有些尴尬 我被美貌蒙蔽了双眼的事实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脚趾正抠着地呢 一道熟悉的嗓音响起 我叫纪月川 乔宇同志 请多指教 他声音跟他人一样 清澈干净 那双深邃的眼里 倒映出我的身影 刹那间 我几乎沦陷了 而后 几个人将我团团围住 问了我的家事 人际交往情况 很快 我组上三代 都被挖得干干净净之后 他们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既然是同胞 那我们就说实话了 我们是来办案的 缅甸拐卖人口的国际重案 小胡子男人看着我 语气正重 但本地情况我们不熟 乔宇同志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有点忙 不是来寻求保护吗 怎么反过来了 还没等我说话 季月川立马拒绝 不行 副队 他只是一个普通民众 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对象 怎么能掺和进来 瘦削男人 静静地盯了季月川一眼 冷静地分析 乔小姐常年在缅甸生活 熟悉这边的情况 你和他一起 不容易被那些人察觉 季月川还是反对 可这些人做事心狠手辣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的手段 一旦被怀疑上 他后果不堪设想 瘦削男人笑了笑 直接问我 乔小姐 你的意思呢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帮月川伪造一个假身份 掩人耳目就是 他语气礼貌 没有强迫 但我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拐卖案啊 我垂眸 看到一双大手 在我手背上写了一个字 似乎是 不 这双手是季月川的 我懂他的意思 他想让我拒绝 但 我看着他那张帅的人神共分的脸 笑出了花痴样 没问题 配合工作 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为了颜值发烧 我称自己为无备楷模 瘦削男人 似是松了口气 你说得太对了 那接下来 我们 几人跟我说了很多的注意事项 最后喊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警报器 如果有危险 立刻拉动他 随后拖延时间 我们一定会尽快救你 季月川抿了抿唇 郑重地跟我说 危险来临 保护你是我的使命之一 他说这话的时候 诚恳且热烈 回去后 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 脑子里都是季月川的模样 对一个肩负任务的人来说 他给了我最高的承诺 我没法 不心动 第二天一早 我就美美地化了个妆 冲向市场 老公 我来了 气沉丹田 有包租婆打周星驰那味儿了 果然 季月川被我这话吓得一抖 手里的原石差点砸脚 我笑眯眯地凑近 他只无奈地瞪了我一眼 等市场人更多了 我开始带着季月川转转 跟几个收获比较多的人 都打了个招呼 算是混个脸熟 万一别人问起来 没人知道 季月川是我老公 老陈一定会怀疑 这天 我蹲在地上 教季月川翡翠知识 这个皮壳是木娜的料子 特点是 有色必尽 这个敞口的料子 容易出奇迹 墨西沙的料子 以重水出名 都是诺兵以上 上天入地莫弯机 难骑出妖精 这是松花 这是莽 看打灯效果呀 切记 硬满一线 不满一片 交得正上头呢 一个人过来挑选料子 我熟练地招呼他 但是他却时不时将视线 落在季月川身上 瞧姐 这人谁啊 有点陌生啊 已经不是第一个 这么问的人啊 最近来看货的人 总有几个熟识问起他 一方面 季月川长得太过惹眼 在一群人中格外突出 另一方面 来问的人 起码有八成是老 陈 太来套话多 我面不改色地 牵着季月川的手 笑得娇羞 嗨呀 我老公啦 帅吧 来人敷衍点头 却一直没收回视线 你老公怎么看起来 不太懂翡翠的样子 你带来市场来做什么 我脸上坦然 插腰翻着白眼 这男人长太帅了 身边总有女人围过来 很烦 万一我不在家 怕被狐狸精勾走了 我去哪儿哭 男人笑笑 也是 最后 他挑了块带黄雾的料子走了 连架都没砍 很明显 着急回去汇报 我无声地松了口气 应该是老陈 派来的 季月川垂谋 整理料子 轻声说 他走路姿势沉稳有力 伸手不差 但你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的 比起他对我的担忧 我反而一派轻松 放心 在交易市场里 就算他真看出什么 也不会在这里动手的 为什么 这片区老陈 虽然能只手遮天 但除了翡翠交易市场 这里 有另一个人罩着 老陈 然指不进来 我抬手往上指了指 季月川厅后 顿了顿 抬眼看我 你好像很了解这些 缅甸混乱 我赶过来收料子 当然不可能 什么都不知道 季月川笑了笑 坐在我身边 但你一个人过来 你家里人不担心 我张了张嘴 沉默片刻 嗯 他们去世了 翡翠是他们 留给我唯一的遗产 季月川微微一愣 轻声道歉 我却无所谓的怂怂肩 十年前 一场车祸 两人丢下我走了 亲戚们不仅没帮忙 还跑过来争夺我财产 整整三年 我都在打官司当中度过 险生后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和翡翠作伴 只为了不让我加招牌 砸在我手里 都是陈年往事 我早就已经忘怀了 走吧 我带你再逛逛 他每天晚上都消失 我知道他是去跟进案子了 我也从不过问 只白天带他到处走动 好在 效果很明显 仅仅半个月 周围一片翡翠人 都开始跟我老公打招呼了 还有人时不时地打去 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 每次听到这话 季月川的耳尖 都微微泛红 其中 说得最勤快的 就是市场口那家裁缝店的阿婆 她对我一向很好 每次看到我时 脸上都带着祥和的笑意 第一次见到季月川 更是从上到下都打量一遍 问了不少的情况 像是生怕我遇到坏人 眼看着市场的人都混熟了 这天却来了个不速之刻 我的一个竞争对手 陈莉莉 从我爸那一辈开始 就互相争斗 一直到我们 直到陈莉莉去涉及一些其他生意 我们的关系才勉强缓和了一些 好巧不巧 今天她过来的时候 我摊位上正好站着一个客户 乔宇 你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陈莉莉随手拿块春料 屁腻着我问道 我心下一个咯噔 果然 那客户的眼神立马警惕了起来 目光仿佛要把我烧穿 我微微仰头 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 废话 我结婚我能告诉你 你这人 不去我婚礼上找我会气才怪 你请我 我还不来呢 陈莉莉冷哼一声 看向不愿走的客户 看什么看 你也上赶着当人家老公 没看人结婚了 你配吗 很好 这很大小姐 她的几句话 就要把客户赶走了 客户临走前 还多打量了我们许久 陈莉莉懒得理她 又看向纪月川 你这老公挺帅呀 干嘛不发朋友圈炫耀 我顿时心头一紧 最后咬牙 凑到纪月川身边 狠狠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在场的人都猛了 尤其是纪月川 更是红着脸不敢说话 我老公这么帅 我怕你看上来抢 早就把你屏蔽了 陈莉莉气得跺脚 男人终于收回视线 付了钱拿料子走了 我心里松口气 狠狠地盯着她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把翡翠业务 丢给你递了吗 我又不是来买翡翠的 我来进一批生鲜而已 他们已经给我送到 不远处的冷冻库了 我让人轻点了就走 陈莉莉翻着白眼 你还是看住你老公吧 小心被别的狐狸精勾走了 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她说完 带着人扬长而去 要不是担心陈莉莉留在这里 再说什么不该说的被人听到了 我一定把她拦住 来个三天三夜的小学生吵架 真是憋屈 我气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一个好消息 于姐 我收到消息 陈莉莉的东西过边境的时候被扣了 几卡车的生鲜肉泪 全堵在那了 真的 我顿时心情明媚 哼着歌王场口走 刚出门 就撞上假装成跑回来的季月川 心情这么好 我挽着季月川的手点头 遇到了超级高兴的事情 但一向喜欢刨根问底的季月川 这次没了下文 我有些疑惑 但猛然想起昨天 我似乎听到季月川打电话 隐隐提到了什么扣押 检查之类的词语 我心中划过一丝念头 陈莉莉这是 不会是你干的 如果是 季月川在我心中 刚正不阿的形象顿时崩塌了 就好像高高在上的神仙 突然掉下神坛的感觉 我没假公祭司 我只是举报 怀疑他东西里有违禁品而已 如果没有 很快就能放他离开了 虽然他没说为了我 但我心中忍不住饭甜 我看着这张帅的人神共愤的脸 心里突然感觉 仙子还是应该沾点人间烟火气息才行 太帅了 容易有距离感 结果晚些时候 我又收到了小助理的电话 陈莉莉的车子里还真有违禁品 当即就被扣下了 我心里愉悦 翻找出一块天空蓝的料子 打算给季月川做个平安扣 三天后 平安扣打磨好 我拿着东西往市场走 还没进去 就在门口路边的裁缝店遇到阿婆 小雨 我的线好像缠在一起了 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弯下腰 发现缝纫机下面的线都缠在一起 只是阿婆太老弯不下去 里面空间狭窄 我勉强钻进去 一堆的衣服布料挡住大部分光 我正准备整理 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阿婆 我上次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这声音是老 沉 我心中一惊 凭着呼吸一动不敢动 我给你们拿 阿婆沙哑的声音应着 抱起几包布料就往里走 经过我时 把布料放下后 再继续往里走 我心下感动 小心翼翼地看着外面 莫约三四的男人 正中间的就是老陈 他点了根烟 吞云吐雾 告诉他们动作快点 东奥广场那边是最后一次 以后就别约在哪了 几分钟后 阿婆将东西拿过来 几人付钱就走了 我跟阿婆打了声招呼后 就赶紧找到纪月川 东冒广场 纪月川沉思了一会才点头 我回去报告这个消息 今天就不带在市场了 那你会有危险吗 我把平安寇交给纪月川 他拿在手里 妈撒了很久 你放心 等我处理完就来找你 好 我等你 之后 我就心了整整三天 纪月川才终于回来 我心一松 不自觉地扑上去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什么 受了点小伤 但是拿到了重要情报 纪月川笑了笑 眼睛中透露着坚定的光芒 我情不自禁地为他自豪 但是 还得谢谢你的平安寇 我闽纯笑了笑 他牵着我的手 带着我回摊位 这时 我才发现肩膀处似乎有伤 抬手时都会不自觉发出闷哼 你的伤没事吧 要不要回去休息 不了 要是我总不在这边 有人会起疑 届时你会有危险的 没办法 我只能让他在一旁休息 自己抱着石头 忙上忙下 渐渐地 市场传记月川是小白脸 吃软饭的 有人传道 我这来了 我一脸听不懂的模样 反而骄傲起来 你们是嫉妒我老公长得帅 只不过没几天 老陈就找上门 带着一大堆人来了市场 连市场的负责人都出来了 二人对峙着 老陈不屑冷哼 我要找个人 前些日子坏我好事的人 找谁 说具体点 这里不是你们仨也的地方 一个肩膀有伤的男人 让我的人进去搜查 我心中一惊 手指都在颤抖 他在找姬月川 负责人拧眉 想让老陈回去 市场的人搬东西 肩伤很正常 你这范围太大了 可惜老陈也不是吃素的 市场真正的幕后人不在 这个负责人拦不住老陈 很快老陈就带着人进来了 他们在一个个摊位前停下 让所有男人上衣都撩起来 我不停示意 姬月川离开 他却冲我摇摇头 老陈本人已经把周围的出口都围住了 现在出去就是自投罗网 好在最近是开采的旺季 许多人忙着抢最好的料子 不辞辛苦的搬运员时 肩膀有伤的人不少 老陈让人一个个记下 终于他走到我们面前 他朝着姬月川洋洋下巴 姬月川没说话 直接脱掉上衣转过身 背部的肌肉顺着他的动作舒展 最后露出左肩处的一片青紫 我攥紧了拳头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你这伤势怎么回事 前几天搬东西砸到的 姬月川语气平淡 反倒是我手心都已经出汗了 你后背怎么还有些细小的伤口 老陈说着 就要派人上前仔细查看 我生怕被他看出什么 一咬牙直接冲上前 紧紧抱住姬月川的腰 哎呀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趣了 我不小心抓太狠了 老陈眯起眼睛打亮我 瞳孔里散发着危险的光芒 最后他冷冷的问 他说肩膀上的伤是砸的 有人作证吗 我捏紧拳头笑着回答 当时我老公砸伤 我到处借了点药酒了 我当时就怕有这一天 干脆瞎跑四处问人要药酒 顺便就给人洗脑姬月川受伤的事情 这要巧 老陈意味不明地说 那有人亲眼看着他受伤的过程吗 亲眼两个字 咬得有些重 这话我不好接 只假装不悦地看向负责人 负责人也拧眉 你到底要找谁 别耽误我们的生意 否则 老陈不回话 只冷哼一声看向季月川 到底有没有 有 我看到了 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句 随后缓缓走出来 他步伐很慢 但异常坚定 我一愣 居然是阿婆 他走上前 手里还拿着一瓶药酒 那天小姐老公被砸的时候 我看到了 他找我借的药酒 我的心喷喷直跳 因为我确实找阿婆借的九个甲 但是季月川被砸着时 纯粹是凭空捏造的 阿婆在帮我圆晃 老陈似乎没想过阿婆会作证 最终后退一步 去问别人 等人逐渐散去之后 我才终于松口气 阿婆还站在我面前 笑眯眯地看着我 阿婆我 别说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就是 阿婆把药酒塞在我手里 再给你老公擦点吧 好得快 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 季月川看着阿婆的背影沉思 那个阿婆是谁 裁缝铺的老板 我第一次来缅甸的时候就认识了 当时我还小 跟着我爸第一次来 害怕地躲在我爸身后 那时候阿婆就笑嘻嘻冲我打招呼 等我走近后塞给我了课堂 还问起国内的很多情况 那个阿婆 你见过她家人吗 我摇摇头 但是阿婆对我很好 周围的人也从来不为难她 季月川收回视线 神情却很严肃 不仅仅是不为难 而是恭敬 负责人对阿婆的态度是恭敬的 我仔细回忆了一遍 顿时沉默了 好像确实如此 不光是负责人 还有老陈 看到阿婆时也不敢太张狂 我脑海里立马闪过无数荒诞的想法 我会把这个消息一起汇报上去 看上面的决定 我点点头 没想到门口裁缝店的阿婆 都是个深藏不露的大佬 那其他人 之后的几天 我都仔仔细细把周围人看了一遍 试图再找出一个大佬 可能因为我看得太明目张胆了 市场里有风声 认为我和季月川感情破裂 我已经开始找新的男人了 我 很好 这几天季月川又去处理事物没来 市场就出了这种谣言 我简直哭笑不得 只好叹气地到处解释 说他是回国一趟 帮他做点不在场证明 这次他离开的时间有点长 就在我担心他出意外时 他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 这天晚上 我嘴馋带着我的两只狗去觅食 两只体重上百斤 站起来足足有成人高的大狗 带出门极具威慑力 他们就是我深夜出门的勇气 买了吃的 我就往回走 可两只狗却同时在一个巷子前停下脚步 我拉了拉 两只狗依旧纹丝不动 顺着他们的方向我看过去 终于在灯光昏暗处看到了一个蠕动的人影 干 什么玩意 两个头三条腿的 河废水都排到缅甸来了吗 变异的这是个什么 我吓得要死 在落花淘前 才透过灯光看到了那张惨绝人寰的帅脸 季月川 我立马跑过去 他脸上都是伤痕 坐在墙角喘着粗气 见到我 他脸色一变 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不安全 快回去 我气急 他都奄奄一息的模样 还担心我安不安全 你赶紧走 不然会连累你的 今天你没出来过 也没见过我 他的眼中都是急迫 眼角还有血痕 明显是经过一场恶战 我按下急切 快速地跟他讲道理 你可是我老公啊 要是被发现了 你以为我逃得掉 季月川犹豫了 但他身旁那个伤更重的男人 听到我的话 立马抬头 月川都有老婆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我还是单身狗 一瞬间 我和季月川的着急 都被打破了 双双忍不住笑出声 果然人类的本质是吃瓜 都要死了 还不忘这回事 我和季月川 艰难地把人扶回家 我这才发现 男人的一只裤管空荡荡的 伤得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 我来处理伤口 你别害怕 先进去休息吧 季月川拿着绷带 再给男人包扎 明天天亮 我们就离开 别人问什么 你都要说不知道 季月川小心叮嘱我 我正要说话 突然听到一阵骚动 我悄悄从窗户探出头去看 楼下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老陈站在人群中 模样十分害人 季月川也听到声音了 脸色一变 不好 他们找过来 之前的警报器呢 我立马拔掉警报器 沙发上的男人喘着粗气 我们的人起码也要15分钟才能赶到 你们把我扔出去吧 不要管我 不行 季月川捏紧拳头 我好不容易才把队长你救出来 我不能丢下你 我带你离开 原来这人是季月川的队长 眼瞧着季月川扶起男人就要离开 我赶紧挡在两人面前 你们现在出去就是去送死 听我的 我跑进卧室 让季月川赶紧把男人扶进来 我住了房子在六楼 听下面的动静明显老沉 再带着人一家家的找 卧室内衣柜的门拉开 我在一堆衣服下摸到暗门 打开后 里面的大小足以容下两个成年男人 季月川吃惊地看着我 我一座翡翠的 当然怕小偷了 不得在家里设计密室 我赶紧让两人躲进去 随后拿着拖把 开始打扫家里的所有的血迹 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血腥味 我喷了香水 又从冰箱里找出才买的生肉 直接扔在狗碗里 两只狗摇着尾巴 我关上灯躺在床上 努力平复心情 心怦怦直跳 我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 然后传来敲门声 十 我故意等敲门声传来好几遍后 才烦躁地吼了句 谁啊 随后走出去开门 门口站着几个男人 还有这栋楼的管理员 什么情况啊 大晚上的要不要人睡觉 老陈 扫了我一眼 冷声道 我们找人 需要搜查一下你家 我家没人 说着我就要关门 老陈 本人眼疾手快挡住门 只是看看 确定没人我会走 让我进去 今年你的管理费我不收 我年年都给老陈 交一笔不菲的管理费 只是想求个平安 因此 平时他从不刁难我 我知道拦不住 最后假装贪财的模样 打开门让他们进去 你老公呢 回国了 老陈 清秀着 随后冷光扫向我 怎么有血腥味啊 话音刚落 门口的人都戒备的盯着我 我指向门口 正在坑吃坑吃干饭的狗 我家的狗爱吃生肉 其中一只狗抬起头 吠了一声 吓得门口的男人往后退 有人直接冲进我的卧室里 就连床底下都有人趴着看了一遍 有人打开我的衣柜 在里面仔细翻找 我强忍着心中的慌乱 面上一片镇定 还带着些许不耐烦 半晌后 两个男人走出来 摇摇头 我的心还没落下来 老陈突然看向我 你好像很紧张 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此刻只有我一个女生 身边的战斗力只有两只干饭狗 但是门口还围着好几个持刀壮汉 比我差距有些悬殊 我咬牙 脑海中疯狂地思考如何应对时 有个小弟突然在门口喊 陈 哥 老金来了 老陈 的脸色突然一变 往外看了一眼 又看向我 你还认识老金 老金 谁啊 正疑惑的时候 门口围着的人 纷纷让出一条路 每个人都弯腰 脸上闪过敬畏 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 虽然看起来 已经是七十岁左右的年纪 但是和公园里慈祥的大也不同 他身上带着凛冽的杀器 只有常年居于上位者的人 才有的杀法果掘 这个叫老金的男人 抬手指向我 这个小姑娘 我照着 我看见老陈 咬牙点头 挥挥手 让手下的人赶紧离开 直到一群人退出我家 我还站在门口 一脸猛逼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正疑惑着 我看到站在不远处的阿婆 她笑盈盈看着我 对我比了口型 别怕 我心里立马安定下来 老金走到她身边 阿婆朝她一笑 和她一起离开了 确定所有人都走了 我才打开门 季月川和男人走出来 刚要说话 我腿一软 直接坐在地上 你做得很好 别害怕 季月川赶紧将我扶起来 门外这时 再次传来敲门声 三声短暂有力的敲门声 让我心头一惊 别怕 是我们的人 季月川将门打开 外面站着的 是之前那个瘦削男人 没事了 老陈 走了 队长呢 几个大男人 瞬间站满了我家的客厅 两只狗警戒地围着我 队长被接走 留下瘦削男人和季月川 瘦削男人 谢谢乔小姐 一直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尴尬地笑了笑 毕竟我一直都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调查什么案子 我们不远千里来到缅甸 为的就是想救回我们的同胞 男人抽了口烟 笑了笑 中国公民被拐卖到缅甸一事 缅甸警方靠不住 我们只能自己人过来营救 老陈 他们 是不小的犯罪团伙 也是我们第一批要下手的对象 刚才那个男人 是我们的队长 也是最早带人来办案的人 只可惜他被抓住了 受到了非人的对待 万幸还是就出来了 这次案件结束 我们还能再救出至少三千名同胞 我再次代表我们组 感谢您的帮助 我直摇头 这种帮忙 我本身就义不容辞 我也没做什么 不值得这么郑重的道谢 那 那个老金是什么情况 刚才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总感觉下一秒老陈 就要动手了 其实愿意帮助我们的不是老金 是阿婆 听到受血男人的话 我心里更加疑惑了 我们调查到 阿婆是四十年前被拐卖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声 不敢相信和蔼的阿婆 还有这种绅士 阿婆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她当时被老金看中了 老金看起来似乎很喜欢她 这次你通知我们的时候 我们正好在阿婆的店里 得知你有危险 她立刻联系了老金 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一时之间 我有些反应不过来 当晚 受血男人离开了 季月川留下来陪我 直到躺在床上 我还有一种不真实感 别想了 快睡吧 季月川躺在卧室的地铺上 说话时 她低沉的嗓音飘荡在卧室内 不用担心 很快就能结束了 那案子解决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 我看着天花板 旁边传来男人的声音 打算 谈个恋爱 我的心脏狂跳 感觉呼吸都急促了不少 和谁 和现在正在和我聊天的人呗 季月川轻笑 事情结束后 乔小姐可以考虑一下季先生吗 我心动极了 但嘴上傲娇 那我考虑考虑 好 我等你 第二天醒来时 季月川已经离开了 并且叮嘱我在家里待着 千万别出门 我懂她的担心 也在家里当条闲鱼刷具 三天后 终于接到了季月川的电话 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们把所有人就出来了 老陈也在被追捕中 他逃不掉的 他的语气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们准备今晚带着的大家离开 你也和我们一起吧 我答应下来 立马收拾东西 准备晚上的时候 跟着大部队一起撤离 要带走的 肯定是各种玉石了 每一个 都是我费了眼力挑回来的好货 只是 有两个满绿的高冰料子 我没找到 好像落在了市场上 要还是不要呢 思索在三后 我还是咬咬牙 牵着我的狗往外走 场口内依旧风平浪静 我抱着我的料子 长舒一口气往外走 正巧 遇到了在裁缝铺门口的阿婆 她看着我 眉眼依旧带着笑容 站在阳光下 仿佛显得整个人都很温柔 下一秒她突然脸色一变 惊慌地朝我大喊 我还没反应过来 脑袋就遭受了狠狠一击 晕过去之前 我看到了老陈 那张猙獰的脸 老大 那些人真的会来就这个女人 只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 世界上的痴情种多得很 老金还为了一个女人 洗手不干了 几十年了 人家也没看她一眼 我意识模糊 眼前一片黑暗 周围还有耳鸣声 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对话 A哥的尸体 我们已经安顿好了 好 那个性计的开枪打死了A哥 我一定要让他把命搭在这儿 而后 就是一阵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我头上的黑布被掀开 老陈 看着我冷笑 我们也算认识多年了 没想到你胆子居然这么大 几个男人将我团团围住 其中一人掏出手枪指着我 黑漆漆的枪口抵在我的脑门上 我后背冷汗直流 A哥因为你们死了 现在我们的事情败露了 缅甸处处通缉我们 一切都是败你们所赐 老陈 捏紧拳头 把我的手机扔在我面前 上面有姬月川无数的未接来电 那个老女人还挺护着你 一直求老金来救你 你的小老公也着急得很 老陈 一只手突然掐住我的脖子 我对上她眼中的杀意 胸腔内的空气在急速流失 但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就算是死也要带上你们 就在意识丧失的最后一刻 我被狠狠扔在地上 全身都感觉到疼痛 我蜷缩在地上 意识越来越模糊 给你的小老公打电话 让她三天后过来找你 带着五百万现金过来 必须是就纸币 不连号 还要一辆车 否则 我现在就避了你 我避了避眼 脑子在快速转动着 最后 在枪又止过来时 拿起电话 向季月川拨了过去 电话那头 马上就接通了 喂 小雨 你在哪儿 她语气很急 我缓了口气 开始缓缓地说是 老公 你要来救我 我好冷啊 她们要五百万 三天后带过来 还 还要救纸币 不连号 还要一辆车 季月川的声音在强行镇顶 你还好吗 受伤了吗 我没事 老公 你仔细听我说 要是钱不够的话 我床下第三块砖头下 还有十多万 你来的时候 给我带件衣服 我冷 老公 你一定要来救我 话没说完 老陈 已经将我手机抢过来 少说废话了 小子 乔雨就在我们手里 你要是不想她死 三天后 一个人带着东西过来 就在南岳湾的港口 说完老陈 挂掉电话 将手机扔在地上 手机立马四分五裂 臭婊子 还挺有钱 老陈 等人离开了 我听到大门关闭的声音 周围没有一点光线 意味着没有空气流通 没有食物 并且我处在一个低温的环境里 这样的情况下 估计撑不到三天我就能冻死 我来进一批生鲜而已 他们已经给我送到不远处的冷冬库了 我让人清点了就走 陈莉莉的话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这个季节 在缅甸大家还在穿短袖 很冷的地方 只有缅甸的几个冷冬库 季月川曾经教过我 他们分辨方向 经常是按照数字分辨的 十二是北 三就是东 晚上十点多 这是我们约定的时间 也是冷冬库这边 机房会检查的时间 我相信季月川能明白我的意思 除了等季月川 我也要自救 我拼命地回忆 他曾教过我的生存技能 努力蠕动着 终于找到了一个锋利的冰锥 直到手都冻麻木了 我才将绳子割开 现在我虚弱到 连站都站不起来 最后摸黑找到了一块布 紧紧包裹在身上 保持体温 稳住呼吸 减少空气流失的速度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外面突然传来的枪声 我的眼泪再也坚持不住 大滴大滴往下掉 我不知道枪声是谁发出的 最后又打中了谁 许久之后 枪声逐渐平息 大门缓缓打开 黑暗之中 我看不清进来的人是谁 只能努力蜷缩在角落 手里捏着一块玻璃片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巧语急促的两个字 我终于松了口气 我僵硬的脸 努力扬起一抹笑 因为我知道 我活下来了 但冷酷很大 我怕他找不到我 我张嘴时发不出声音 只能耗尽全力 用脚踹了前面的箱子 发出声音后 几人迅速围过来 手电筒的光照在我身上 季月川着急向我扑过来 终于感受到热源 我卸去浑身的力气 在季月川的怀里放下心 很快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医院里了 周围堆满了不少人 季月川 瘦削男人 阿婆 甚至还有只见过一面的老金 太好了 终于醒了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这次你受苦 回国后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的功劳 还有 你的身体 瘦削男人一直在说 但我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只直直地看着季月川 很快 瘦削男人也闭嘴了 一群人就这么盯了我俩 我都差点死了 本来不薄的脸皮更厚了起来 事情结束了 你要不要给我表个白 毕竟我貌这么大险 连个名分都没有 也太亏了 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冷气 我甚至听到有人在后面小声说了句 真猛 季月川笑出了声 眼眶还有些微红 我的荣幸 病房内众人都露出笑容 瘦削男人轻壳一声 那什么 记得打报告啊 没有报告不让结婚的 在医院待了两天 我终于满血复活 季月川说其他被拐卖的同胞都已经全部被送回去了 那阿婆呢 她无奈地摇摇头 我们征求过她的意见 她不愿回 出院后 我立马去了裁缝店 阿婆依旧坐在店门口 脚边还有一只晒太阳的小猫 看起来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见我来了 她笑着指向身旁的位置让我坐下 是不是要回家了 阿婆摸摸我的手 回家了好 那个小伙子不错 不知不觉她的眼中蓄满泪水 回家好啊 听说国内发展得很好 你们回家以后就能幸福在一起了 阿婆声音都在颤抖 我赶紧给她擦拭眼泪 阿婆和我们一起回去吧 她摇摇头打量着这个裁缝铺 离家太久了 我记不得回家的路了 我和她纠缠了二十年 最后她给我这个小铺子 我就一直住在这儿了 不敢相信 阿婆被拐卖来的四十年 是如何度过的 她是不是最开始 也期盼着可以回家 期盼着有人来救她 后来却又逐渐失望 那你们怎么打算 阿婆笑着摸摸我的头 这么大岁数了 不像你们年轻人 谈谈恋爱 结婚生子 我们知道对方活着就行 最后姬月川来找我 阿婆给我们拍了张照片 照片很快就洗出来 她看了很久 眼泪滴在照片上 她赶紧伸手擦拭 将照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她挤出笑容看着我们 回家吧 快走了 我临走前 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老金 她就站在角落里 目光都落在裁缝店上 满是眷恋 回国后 我倒头睡了三天三夜 直到门口两只狗不停在嚎 我才醒过来 踩着拖鞋弄骂 又不是没给你们吃狗粮 吼什么吼 一只狗委屈地看着我 最后给我指了门口的方向 我心生疑惑打开门 季月穿 穿着一身休闲服 抱着两块木纳的春料园时 嗨 你的男朋友到了 请查收 请不吝点赞